比亞迪你建議他繼續持有 如果他有一住資金 如果他現在想入比亞迪都十五六萬 你覺得他應該入小鵬還是入比亞迪呢? 其實這個問題我都形容過很多次 可能在不同的平台 關於那個手掃的問題 就是比亞迪手掃麻煩的問題 其實比亞迪手掃麻煩的問題 其實有一至兩個方案是相對比較容易解決的 不過要看一下你認不認識那件事 或者你過不過得到心理的那一關 那哪兩個方法呢? 就是去解決金額的問題 第一個方法就是做它的short put 就是它奇缺 因為它是options 或者你說可能你會辯駁說 如果我做short put 如果我不是next short的 我是接貨的short put的 跌下來的時候 我還是沒有500股一手的錢去接貨的 但如果你這樣辯解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就long call 你可以long call 當然你還可以辯解 就是long call 這些可能又有時間值 又有引申波幅 那可能我會害怕的 好 沒關係 總之我只是說提出奇缺的idea 是給一些願意耳小博大 或者是所謂next short去收奇權金 都會懂得做紀律性子選 那些人其實你真的可以考慮我這個point 好 但是你說我不會奇缺 你不用跟我討論這個point 你跟我討論第二個方案 這個很簡單 大家不要忘記比亞迪有A股 雖然大家有差價而已 當然如果你又ban我的建議 你說有差價不可以 那算了 那就是不討論 還是你說差價不要緊的 因為你說我理性地對比比亞迪 是很長線的圖表 不管你的差價是怎樣都好 其實那個AH都是孖山輕 好像twinz那樣是同步的 即使可能大家在中長期位度 譬如那個A股都是日價 H股是35%的 但是你過到這個心理關口之外 你說有什麼所謂的 永遠都是這樣日價的 永遠都是日價的 大家升跌都是twinz的 那我就不用理那35%日價 要不要理這個 那如果你的意見 這個意見不是我給你的 如果你是真心認同這個說法的話 那你很明顯就是真相去買A股 為什麼 因為它的A股 大家有常識 A股是100股一手的 你股一百股一手的 那你就可以分住這樣買 就不需要再想 一個理由就是15萬一口很貴 就不需要再用這個理由 作為一個不買比亞迪的理由 那我就幫你去解決那件事 所以我們就是說 最後一個投資的盲點就是 如果我因為比亞迪貴 而且不是股價貴 而且因為純粹是首數貴 然後去想其他股票 這個本身是一個邏輯思考學 我覺得不是太好 只會遠轉這樣看 好 那也是那句 小鵬和比亞迪你會怎樣建議 我也是會選擇比亞迪先的 如果可以多一點的話 小鵬如果讓我操作 作為基金經理 一個操作的傾向 我倒轉真心說 我會純做的選擇 因為他IV高 譬如說兩隻最後比喻 因為你稍微適期權的道理 你會知道一個最簡單的理論 你引申報告越高的話 你收期盈金越高 令到你的防守力越強 但你問題是兩隻股份 你覺得好像大家都是同版品種 其實兩個引申報告是不同的 譬如比亞迪你四四五入 當他現在50多IV的話 就是引申報告叫IV 如果他只有50多IV 你小鵬去到67、68IV 這兩隻差了十幾滴IV 如果是適期權的人知道 這十幾滴其實相差很遠 就是你收的錢 或者防守力已經是不同的 你只要拼到 小鵬不是連續暴跌的 下方的防守位 其實你可以拉到相對比較遠的 所以我會覺得小鵬這麼高IV 如果你算中了他指浪的低位 其實當然是做option去收期權金 當然是這個 但是比亞迪就變成正股 總之再說一次你不嫌手數的問題 其實相對是比較適宜的 我會覺得 好啊